市長剛剛問一下說這個疫苗相關的問題 就是在20209月的時候 指揮中心他是預計採購200萬劑的DNT跟莫德納 但是是要採購400萬劑的國產疫苗 你怎麼來看他們當時候的押寶 第一點喔 從這個社會上很多保養 有很多人看見 確認那個資料補充 剛好一聽說這個就乖乖 說200萬加500萬 700萬就脫臺灣大量 如果我們要補充最起碼 也要補充兩千萬 所以我最近都是很完整的補充 王立聖昨天是說 因為當時候還在收集資料跟初步的研判等這個三 就是他有回應怎麼來看 就是以你的醫學專業背景 怎麼來看他們當時候的這個採購計畫 就是這樣啦 今天不想再投票的附討 討論到醫學專門進行 所以以後有專門在講 因為純粹容易的讓他來講 當年如果是戰備計畫 出議人叫做疫苗戰備計畫 後面那個計畫都不懂 所以在這裏面上 如果是戰備計畫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我們來講 這次是戰備計畫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